那我这边可以谈就是从台湾的生长经验里面 在这过程当中美国因素美国人是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那我首先可以先谈一下社会上的一种刻板印象 比如说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 认识的美国人几乎一个感觉就是好像都是来台湾教英文的 就是都是英文老师在各大补习班在这个 那另外我在台北土生土长 感觉到台北的天母这个地方几乎都是美国人 然后碰到的美国人好像都是住在天母 所以似乎在台北有了这个一个地方 那个感觉好像是跟美国的连接关系是非常强的 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感觉到就是生活身边的同学啦朋友啦 邻居啦好像对于所谓外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跟美国是高度的连接的 所以似乎外国都是美国 或者路上看到金髮碧眼的外国人几乎都认为 是不是美国人 我这边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我后来到英国了 那碰到一个爱尔兰的朋友 那爱尔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之前曾经在台湾住过几年 那在他身上最常发生的一个对话呢 尤其是跟小朋友们的对话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小朋友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他金髮碧眼就问说你是哪里来的 他就会说我是从爱尔兰来的 那台湾很多台湾的小朋友接着就会说 哦所以你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连爱尔兰在哪里基本上都没有这种概念 那我要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的一个记忆 但是如果跟我们上一代的成长的记忆当中的美国印象 应该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就我所知 其实我们上一代的这个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是比较政治性的 比如说美国在战后对台湾十几年间的援助 那很多人是领美国的奶粉 然后这个拿美国的这个这个其他的物资上面的协助 那记忆很深刻的包含 美国总统当时美国总统爱森豪到台湾访问 那万人空相上街迎接象征 台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 在台湾跟美国还有邦交关系的时候 美国美军还有驻台 所以说在高雄 我们知道在靠海港这边的清田三路 那个地方的店的招牌 原则上都是用英文写的 这在台湾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然后后来这个台美断交 然后制定台湾关系法 然后美国持续军售台湾 我想在上一代的记忆里面 美国的印象是很政治性的 那但是在我们这一代长大的环境当中 美国的因素事实上已经降低了许多 政治性的概念比较薄弱 那我们长大以后的印象 跟美国有关的主要是念书 然后出国留学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美国 所以在这一段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人是以要好好念书 考上第一志愿 考进台大 目标呢是要出国留学 而且就是要去美国 然后之后要这个留下来工作 然后甚至移民 成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当时年轻的时候 很主流的一个想法 不过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我当时是选择去英国的 那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看到当时 每天在AIT门口排队 要拿美国签证的人龙都很长 而且要拿 常常要占好几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挺累的 所以那时候英国政府 给我奖学金 所以我就选择到英国了 那我必须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所谓的年轻人 对美国政治层面印象 比较深刻的 可能是在9596年 飞弹危机的时候 那在这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 派了两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来到台湾 那来到台湾海峡附近 那这个对当时的军心 民心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这对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冲击跟一个印象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美国真的在军事 在这个政治上面 是很挺台湾的 总的来看 我认为说台湾对美国人的 印象跟感觉 主要还是好感为主 那这背后其实是有政治 经济社会多重原因为主的 一个关系在 所以我想我大概的一个感觉 就是台湾对美国人的一个印象 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好的 在我们这个 谢谢陈以兴博士 在陈以兴博士 我接下来请教您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到 这种观感或者印象 其实是有可能来营造 或者是想办法来改变的 我们就先从陈以兴刚才讲到 我听您讲 就是在台湾 不管上一代的 是政治性的意味浓一点 或者是你们这一代 这个政治性的意味没有那么浓 但整个来讲 对美国是比较存在这种正面的 或者比较好感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是 那么这样的这个好感 它当然有很多因素 比方说你在台湾也许看 好莱坞影片电影 或者是美国在台湾 教英文什么的 这里面有没有 就是塑造出你们对台湾的 对美国人这个印象里面 有没有官方在里面 我就是说官方会不会有所限制 说这个事情是对于这个台美关系 有不利影响 所以不可以报道 免得这个破坏 美国人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影响 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审查 或者管制机制呢 就我的印象当中 我感觉不到说政府方面有刻意的要去左右民众之间对于美国不管是政府或者说是民间的印象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说要去谈正面或者负面 我的感觉比较是在台美断交的时候 那个时候从新闻报纸简报上面可以看到当时很多民众上街去抗议 然后对这个美国来台官员的车子丢鸡蛋 那甚至我后来在工作上面在总统府服务的时候的马总统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在这个断交的时期呢 也是属于愤青上街去抗议到机场去抗议的这样的一个 那那个时候你可以或许可以感觉到在那个时间点 政府对于对于美国的印象有了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 或者说是为了要抚慰或者说宣泄当时民众愤怒情绪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作为 但是在那个之后我可以感觉到毕竟台美关系还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这也是等一下或许可以谈到的 所以说在对于美国印象的这个塑造上面 其实并没有往负面的方向可以去塑造 反而后来由于台湾也开始经历了一段 二十几年到三十年的台湾经济奇迹 台湾经济起飞的一个年代 那这个年代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在于台湾对美贸易出口的一个畅销 所以说台湾的社会跟美国方面呢 也建立了一个另一个层次的连接是属于市场层面的 是属于社会层面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美的印象很多已经是来自于亲身接触的经验了 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在美国做生意 但是在九九六年的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对台湾有很实质的帮助 那当时尤其是我以我的年纪当时正好都应该要是在部队服役 我们有两年的服役的这个这个义务 那很多我的小学中学高中同学当时也都在部队 所以在那个两岸剑拔弩张的时刻 美国对台湾的力挺跟支持 其实大家心里的感触是相当深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对于美国在安全 在军事上面政治上面对台湾的一个保障 我想是形成我们这一代对于美国印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在那个时间点当然当两岸的危机 或者说是两岸之间关系不顺利的时候 美国的支持跟美国的友善 其实一直会是台湾人观看 这个对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